大家明明請問我們今天要講什麼故事 名字很長 年紀 最小 的 班級裡 的 個 子 最小的 女孩 沒錯就是年紀最小的班級裡個子最小的女孩 好像落口令喔 請問這個班級裡 誰的個子最小 對就是她 舉手穿灰衣服 她叫什麼名字啊 小莎莉 對 所以這是她們全校裡面年紀最小的班 她們可能跟你年紀差不多三歲 兩歲 所以可能是幼稚園小班 四歲了嗎 你四歲了 那你應該不是最小 年紀最小的班級 然後這個女孩 小莎莉她就是 全班裡面個子最矮小的 可是 小兵也能立大功喔 不要以為自己很矮小就什麼都不做 你看看這個故事很激勵人心 小莉 小莉 那個小莎莉在幹嘛 小莎莉在看其他朋友放風箏 風箏飛得好高喔 那我們一起來講這本 年紀最小的班級裡個子最小的女孩吧 幾乎 沒有人注意到小莎莉欸 欸小莎莉在哪裡啊 媽咪找不到她 你看到喔 她在這裡對不對 旁邊有雙胞胎在當球箭 有其他的小男生在溜滑梯 這裡好像有人在生氣欸 有人在搶球 有人在跳繩 有人在玩跳房子 跳格子 怎麼有人推人 哼 她是年紀最小的班級裡個子最小的女孩 她小抱被桌子都遮住了 對不對 桌子都把它蓋住了 她在哪裡 這裡 對啊 然後班上有一些其他同學 對不對 大家都在學習 當然每天點名的時候都會叫到她的名字啊 而且她背著書包走在學校裡 就跟大家一樣 可是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小莎莉喔 大家一定不知道 至少沒有人提起莎莉 非常超級特別注意許多事情 所以她就跟一般平常的小朋友一樣 而且她又特別嬌小 所以根本沒有人看得到她 可是她有一種能力 她有敏銳的觀察力 纏住縣的風箏被遺棄在樹上了 就是 學校公有的鑰匙呢 有27把 秋天的樹葉呢 從翠綠變成金黃 看 Tommy 被 在走廊上 被 翠綠 一腳 被絆了一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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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是Tommy她摔倒了 被人家欺負對不對 有人故意把腳繩出來 所以 這些事情小莎莉都看在眼裡耶 她看見野花向著光生長 她聽見獵犬在深夜嚎叫 阿嗚 一群常常打架的流浪貓 在教堂的停車場開會時 她也在那裡唷 喵喵喵喵喵喵 喵喵喵喵喵 是呀 嗯 嗯...小莎莉都看到了 也聽到了 他看見凱文從溜滑梯上被推下來 也看見他想要隱藏的淚水流了出來 凱文在這裡啊 被上面不知道是誰推了下來 你還記得是誰欺負人嗎? 喔 我知道 你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嗎? 他永遠忘不了開家長會的那天 比利高大的父親突然用力拖走他 就是比利把凱文給推下來溜滑梯了 所以爸爸 比利的爸爸對那個比利也很兇耶 所以比利才把這一套帶到學校去 那些惡毒的字眼和冷酷的眼神出現時 都沒有人注意到 夏里也在那裡唷 他在哪裡啊? 我沒有看到 他在哪裡啊? 這個 這個 他穿什麼顏色衣服 為什麼有個盤子到呢? 這一個喔? 對啊 大家一定不知道 至少沒有人提起夏里非常超級特別 注意許多事情 所以有人推其他小朋友的時候 夏里都看到了 對不對 他見過一句悄悄話能使人害怕退縮 像推土雞碾壓過野地的小花 這種事情越來越多 許多被丟棄的殘骸 許多美麗的風箏卡在樹上 欸 推土雞把小花壓過以後 小花會怎樣啊? 會哭掉 會哭欸對不對 沒錯 於是呢 2月3日上午11點29分 夏里從等著吃午餐的隊伍裡走了出來 他跟其他人都一樣排隊在領取食物喔 他為什麼突然不排隊 他說 我不想再看到這些可怕的事情 停止互相傷害吧 真的夠了 哇 他站得出來耶 舉高其中一隻手臂 然後告訴大家他的想法 有些人大笑 或者根本不在意這個把手高舉在空中的小女孩 可是接下來一件非常超級特別的事情 在哪一天發生了 亨利 突然放下他的餐盤 欸 有人附和他耶 就像捲起的海浪 一波又一波 莫利第一個站起來 然後是麥克和他的雙胞胎兄弟 泰龍和泰瑞斯 亞曼達和保羅 他們推開了椅子 高舉著雙手 喔 高舉著手臂 對不起 你看每個人都舉起了手臂喔 他們在幹嘛呢 他們在支持小沙莉 還有 對小孩很友善 負責收送盤子的午餐 阿姨和剛剛開始教三年級的新老師 是的 每一個人 包括克萊爾校長 都跟沙莉一樣 把手高舉在空中 雖然獵犬一定會在深夜嚎叫 嗷 流浪貓的會議多半以打架收場 而且以後還是會有風箏卡在樹上 不過這一刻 大家都有一種感覺 感覺 喔 他們很像什麼 學校公有的鑰匙 緊緊的被串在一起對不對 被堅固的鋼環 緊緊圈在一起 蘊藏所有解開難題的秘訣 所以只要團結 就可以解決問題 團結力量大 世界恢復原來的規律 沙莉跟平常一樣 注意到不同的事情 比例停下來 為歐康納老師和17位同學開門 比例是誰啊 還記得哪一個是比例嗎 這個對不對 嗯 他變得有禮貌 他幫老師同學開門 茉莉在合唱團的台階上往旁邊移動 留出空間給艾倫和蛤莉絲 誰是茉莉啊 金髮的這個對不對 他之前推人 這樣的時刻 經常被認為理所當然 就像沒人栽 呃栽種的野地長出一朵小花 所以這種和平的氛圍呢 很多時候人家都覺得 欸這是很正常啊 但是其實就要靠每一個人付出一點點的努力 然後才可以這樣世界大同 對不對 大家才會開開心心 所以每個人都要遵循秩序 遵守秩序 然後要尊重別人 秋千很快又恢復原來的韻律和節奏 從白天到夜晚 從夜晚到白天 人們記得 並且常常提起 沙莉非常超級特別注意許多事情 她呢 是年紀最小的班級裡 個子最小的女孩 因為她世界可以改變 改變可以實現哦 所以雖然 她年紀最小 而且個子也最小 但她改變了這個學校耶 你看 現在操場上面沒有人在霸凌了 沒有人在欺負其他同學 但她都開開心心的在玩 對不對 所以 你也可以發起像這樣子的活動 所以呢 這本書要獻給誰 獻給所有非常超級特別 注意許多事情的人 如果你也是細心的人的話呢 這本書就是獻給你的 當你看到 你也是哦 你舉手了是不是 當你看到有人被霸凌的時候 你可以伸出援手去幫助別人 但是自己要小心 要保護自己的安全 不然你可能也會成為被霸凌的對象 你看 小沙莉拿不到書 其他的朋友會幫助她 對不對 現在她也加入朋友們 一起放風箏了 這本就是 年紀最小的班級里 個子最小的女孩 好長的書名哦 希望你喜歡 你喜歡這本書嗎 喜歡哦 你之前是你們把年紀算最小的吧 倒數第二小的 然後你是個子倒數第二小的 然後你是個子倒數第二小的 嗯 我沒有算到最小的 不算是最小的 好啦 The end 好